奉圣父和圣子和圣灵的名,阿们。 主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便恩惠、怜悯和平安, 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今天的福音中,我们仁慈的主, 为什么会对这个迦来的妇女说出如此冷漠的话? 他说,不好拿儿鱼的饼丢个狗吃。 我们似乎听到遗书所说的话,十分的不友好。 他居然称呼这个迦来的妇人为狗。 如果你了解下面圣经中有关迦来的背景, 这将对理解这段经文有非常大的好处。 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九章。 这里记载摩雅有三个儿子。 杀、韩和雅弗。 迦南是喊地小儿子。 圣经说,迦南的父亲·王、看见他父亲罗雅因醉酒 而赤身罗蹄,睡在帐篷里面,就到外边对他的两个兄弟宣扬此事。 但摩扬的另外一个儿子,山佛雅佛,却拿了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领,就看不见父亲的四身裸体 由此,他们弟兄三人,得到了父亲不同的祝福 摩扬对他们说,耶和华,山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兰做山的颅仆 愿上帝使亚福阔章,使他住在山的帐篷里,又愿迦兰做他的颅仆 我们知道,自山族而出的后裔,亚伯拉罕,亚格,大卫等等就被称为了以色列人 他们是被上帝所捡写的主义 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经文中所说 我是奉差者到以色列家迷失的阳岚里去 可是迦兰应当受赏助,必给他弟兄做奴仆 迦兰的后裔所居居之地,就被称为迦兰之地 所居居之地,所居居之地,就被称为迦兰 在历史上,以色列人和迦兰人总是不相往来 甚至常常兵容相见 迦兰人所信奉的神明非常之多,以拜巴黎为主 迦兰人由于恶贯满淫 而遭到上帝的赏助,厌弃和灭绝 因此当这个迦兰人的后裔来求告主耶稣时 主耶稣就给了他这一个试探 圣马太记载说,有一个迦兰的妇人 从加拿那地方出来,喊着说 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缠得很苦 面对这个妇人的呼吸 这个大卫之子,弥赛亚遗书却没有立刻回答他 从表面上来看,主耶稣保持了沉默 好像聚集了这个妇人的请求 但是,主耶稣借此在撕裂这个迦兰妇人的信心 圣经记载此次 这无辜也是要提醒我们 当我们呼求上帝的怜悯和帮助时 上帝有时并不是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看到这个迦兰的妇人 并没有因为耶稣的沉默而放弃了的请求 她跟在耶稣等人的后面 以着她喊叫引起了门徒们的反感 门徒们到耶稣面前来 求她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主耶稣回答 我奉责使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意思是说 是的,我就是大卫之子 但我只是以色列人的迷赛亚 我只为拯救以色列家而来 但是这位迦兰的妇人 并没有因为主耶稣的回答 而放弃她的请求 相反的,这位迦兰的妇人全身扑到她地上 而祈求耶稣说 主啊,帮帮我 耶稣的回答 有点出人意料 她说,拿孩子的饼丢个小狗吃,是不同的 在这里,耶稣告诉她 在我的身家庭里面 粮食应该满足家里的孩子吃吧 如果拿喂养孩子的食物 隔狗吃,是不妥当的 但是你们听到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迦兰的妇人 好像很乐意地接受主耶稣给她的这个新的称呼 她竟然回答说 主啊,不错 当小孩子吃东西的时候 也会从桌子上掉东西下来 小狗也能够吃 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脆蟹 这实际上 这实际上她在承认 说,主啊,是的 我这个迦兰的妇人 愿意在以色列家的帐篷里 做一条狗 哪怕只有一点零碎的粮食 那也是我生命的食粮 主啊,是的 我愿意做一个仆人 来服侍我的弟兄 散和养福 宁可在我上帝的殿中 看门 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 我愿意我的女儿 借助你脱离魔鬼的瑕疵 最后大家也听到了故事的结局 于是主耶稣回答了说 妇人比她信心很大 照你所要的成全礼 圣经说 从那时起 她的鱼儿就好了 她的那被鬼 复的鱼儿 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释放 一致 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 可怜的 受不信心的妇人 她在基督的话中 抓住了基督 直到今天看来 这个迦南妇人 她的话 她的任性 人缘发人欣喜 这个聪明的妇人 千辈地承认 她是一只小狗 但她恳求能够像小狗一样 被主人收留下 她的理由就是 狗是属于这个房子 和服务她的主人 出于这个原因 他们可以从自己主人的桌子上面 得到位于 这个迦南妇人 并没有建议 主耶稣将她捕出一只狗 因为她知道 那从桌上掉下的粮食 哪怕只有一丁点的碎屑 这也是拯救她与儿生命的粮食 这粮食就是主的身体 这个外伴的迦南妇人 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谦卑下来 借着谦卑 她就获得了上帝的救恩 获得了主耶稣基督 赐下的所有万民的祝福和怜悯 从信心这个意义上面来讲 她不再是迦南 而是被称为真的以色列人 真的基督的门徒 我们看到 骄傲 往往使人远离上帝 谦卑 却使人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耶稣是主 是上帝 骄傲 往往使人 看到上帝的愤怒 谦卑 却使人 意识到上帝的怜悯 骄傲 使人看到 别人的罪 谦卑 却使你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罪 是一个痛苦可怜的罪 谦卑 使人认识到 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 谦卑 使我们相信 我们吃喝的饼和酒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真的身体 活真的保障 这一切 不凭眼见 唯独信心 这一点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你能否像这个家人的妇人一样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你能否眼睛盯住 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盯住圣餐桌上的饼和杯 抓住和信靠上帝的应许和功劳 自使相信你学习的基督信仰 特别是当你面临极大的讨念和逼迫时 当你身犯疾病 当你遭遇贫困苦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反叛悖逆的时候 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 弟兄姊妹 你愿不愿意呼喊出来 呼吁上帝 主请帮助我 我这个困苦可怜的罪理 请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不过你们应当死守 你们所拥有 只等到来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他也愿意供应 他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破碎 把他的保血从他的双口里面流出来 作为食粮赏赐个礼 使你们的信心由此得到坚固和更新 你们是否愿意检查自己的内心 看看你们是否愿意像这个家人的妇人一样 愿意在上帝的家里面做一个乞丐 你们是否愿意零售上帝所赏赐的各样的福气 上帝的救恩就是他在万民面前所预备 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他是照亮外邦的光 他也是以色列宁的名要 愿今天的福音在你心灵破碎的时候 能够给你带来光与生机 愿今天的信息在你生育 试探和困苦的时候带来安慰和盼望 愿今天的信息在你遭到魔鬼 罪和死亡攻击的时候 还能够使你抓住 耶稣基督他在洗礼中的应许 信而受洗必然能救 奉圣父和圣子和圣人 阿们 窦 连续 ー 谢谢观看